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句话说出了敬拜真神的原因 神祂是神圣的 祂也是自由永有的 地上所有的假神 偶像帝王 领袖权威 都不能够和这位永在的神相比 简单来说 第四章的焦点 就在于那座在宝座上那位 就是天地宇宙间真正掌权的独一主宰 因为祂是创造了一切 所以祂是唯一配受敬拜的主 接着在第五章延续第四章天上敬拜的景象 若看看到座宝座的右手有书卷 展开书卷的目的 是为要让神的国度得以彰显在地上 书卷记载着神的旨意和计划 连长老和天使都不配展开书卷 从而揭开配得展开书卷者的身份 就是那位死而复活且得胜的羔羊基督 祂站在宝座上 成了天上敬拜的忠心 祂接受四活物和长老们的敬拜 还赞祂的救赎 而敬拜羔羊的行列不断扩大 千千万万的天使也加入 还赞那被杀的羔羊基督 是配得权并的 最后甚至宇宙一切 受造物都同和应 经文有这样的描述 在天上 地上 地底下 沧海内 和天地间一切 所有被造之物 整个宇宙都一起 发出重赞的声音 将重赞归与神和羔羊 按启示录第四第五章的记者 约翰以天上神圣的智圣所作为场景 在那里出现了天上的活物 和众长老 环绕宝座不停地敬拜 突显出那位创造万有的主宰 和荣耀的羔羊 显明神的国度 权威 能力 是远超过地上当时的罗马帝国的政权 约翰所见到的异仗远比大自然更加震撼 这一场宇宙的重赞 放在异仗的结尾 应该是天上敬拜的终末高潮 约翰被天使带到一个属天的境界 相信他看到神的创造 和基督的救赎而感到鼓舞 继而加入这一场宇宙的敬拜当中 一同发出重赞之声 想一想 你享往这一种的敬拜吗 要经历在地约天的崇拜 真是不容易 正如宣保灵牧师所言 从现实的角度来看 对许多信徒而言 崇拜的起点往往未必是神 但在崇拜的过程里 崇拜者必须学会 逐渐将焦点对准神 进而体会 神才是崇拜的中心 他更指出 崇拜的关键 不在于参与者的各自感受 而是因为编见 甚至体会赦免 更生 救赎的憧憬 生命得以重新索造 今日因疫情的缘故 暂停了实体崇拜 这个并不表示 敬拜的生活就因此停下来 无论何事何地 身处在什么艰难的时刻 或者将要面对很严峻的迫白 那在天上座宝座的上帝 和高阳基督 仍然是配受我们的尊崇和重赞 因为他是掌管万有 永耀权能的永恒大主宰 我们同心祷告 圣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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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主 我们的神 你是色在 今在 以后永在的全能者 我们尊崇你 我们敬拜你 感谢你透过今天的经文 启示敬拜的真意 但愿感动若汉的圣灵 也感动我们 让我们看到天上宝座的荣美 渴望朝见 那坐在其上的真神 以至无惧于世上的艰难和迫白 懂得来到天上的宝座前 敬拜上帝 奉主耶稣名求 阿门 阿门